飄飾巡遊衝出長洲 來到旺角街頭一樣大受歡迎 六歲的海林辦護士 諷刺雙非孕婦湧來香港生仔 為醫療系統造成負擔 他覺得在旺角巡遊好好玩 不過就體會到醫護人員的辛苦 好辛苦 為寶寶吃奶 還有重量打針 是不是很忙啊 真的覺得是 是啊 市民就帶讚市區版飄飾設計有創意 有貼近時事 好看 還有那些小朋友好聰明 那些雙非BB 好辛苦啊 下面那麼多怎麼接 所以不接是對的 這些飄飾都是一班浸大 時光藝術院學生的傑作 讀三年級的李同學 在一年前跟同學一起入長洲 拜師學藝 從製作鐵架到飄飾造型 都是跟老師傅學回來 目的是想保留本港的傳統特色文化 其實因為這件事 歐師傅已經快要退休 但師傅就越來越少 很多人都不想去做一些花時間的功夫 所以我們在這裏就在一個新一代 加入我們試過藝術的一些元素 譬如說好像平時傳統的飄飾 車那裡是不會有一些裝飾的 但我們今年都會做一些裝飾 協助他們的教授就希望透過街頭飄飾表演 將傳統藝術和日常生活接軌 給更多的人接觸不同的地道民間風俗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李冠儀報導 在這裏就到